经要多念 别胡思乱想 不念经它就胡思乱想 这个对我们产生障碍很大 不能不念不能不听 听的变速越多越好啊 坚定自己的信心 坚定自己的愿心 也帮助你真的看破方向了 忘念头 止不住 听尽能止住 读尽能止住 听尽读尽还不行 忘念还是好读 那不要紧 只要你有耐心 你认真去听 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去读 两年三年 忘念自然减少了 忘念减少了 证明你功夫得力了 你慢慢的就能够 欲入境界了 不要害怕 好像 我没有读经 好像忘念少 怎么我一读佛经 忘念更多 我相信有不少人 有这种现象 这不是你不读经的时候 没有忘念 你不读经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忘念 现在一读经呢 发现忘念了 不是读经读来的 不是听讲听来的 不是的 你本来就那么读 没发现 也叫你静下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 所以这个不要害怕 这是正常现象 现在重要的 如何要把这些方念减少 你得用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